近日有网友爆料张亮夫妇为了救儿子天天喜欢的猫花了一辆小轿车的钱 该网友表示张亮儿子天天曾经抱过一只不往猫开杂志 后来猫咪有一天奄奄一息 张亮夫妇连夜开着车到处找医院救治 花了很多钱才把猫救活 之后张亮夫妇不但不要猫是老板给的看病钱 还把这只小猫买了回来 随后张亮的经纪人证实 确有此事并透露这只猫的医药费相当高昂 据悉张亮带着儿子参加了爸爸去哪第一期后 一直备受网友关注 天天的个人社交账号里也经常分享过自己在家的撸猫日常 此外张亮家里除了养猫还养了两只狗 看来这一家人都是很喜欢小动物呀 想必平时家里一定很热闹啦 文武浪新闻 老老要给你们点赞 是很有爱心的一家人啦 报答